今天是10月18號 鴻海的科技日 一年一度的很大的一個盛會 辦的有點像他們自家的車展一樣 然後我們沿路這樣走過來 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的時候看到的Model B 但是今天我們會看到的是量產版 不過看這一台貌似是去年我們看到的那一台 就是由Binni、Banina設計的 很有時尚感很前衛的一台電動車 那待會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這個量產版 然後沿路走過來你以為有新車嗎 不是 它其實就是Model C 各式各樣顏色的Model C 然後還有人在上面簽名的Model C 還有一台呢就是房車 我記得之前其實也有出現過 不過它前方呢就是寫上的是Foxone 以及呢我們去年也有看到的電動皮卡 然後甚至於還有這個電動的巴士 那據說呢今年還有一台呢 值得大家看的就是Model N這一款呢 就是電動的物流車 但在台上最大的量呢就是這一次的NVIDIA了 黃仁勳那個男人來了 我很希望我能夠跟他合照 但是目前看起來因為現場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黃仁勳呢 他這次來有沒有帶給這個鴻海 有一些什麼樣子的亮點 帶大家賞車錢啊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進來的時候 就拿到兩樣東西 一個是這個 就是Main體鎮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無線的耳機 然後因為我其實自己蠻多的無線耳機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鴻海科技 送給大家的伴手禮呢 就直接送給我們這個 支持我們頻道的網友 影片的最後我們會告訴大家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在現場啊 其實也有看到充電的一些設備 包括了這一台的超充的設備啊 其實它最大可以支援到240千瓦 你會看到說它的這個體積在縮小的 大概25% 最主要就是有很多的 像比如說公有停車場啊 你在那個輪檔的後方的地方 其實是 就是它長度寬度其實比較小的 那這台機器 它其實是可以完全對應到 一些那個什麼公共停車場啊 它的這個後檔的部分 它都可以放得進去 而且它的散熱也比較好 體積也比較小 然後它的充電槍的部分啊 現在有CCS1 那其實它也可以那個對應其他的 比如CCS2等等 因為他們其實想要主推這個 北美的市場 未來在台灣其實也很有機會 去發展到這一台 我覺得它的外型看起來 也還蠻時尚的 重點是它的體積比較小 比較不會有一些這個場域的限制 我們來體會那個智慧駕駛的座艙 其實這個介面 大家應該都覺得蠻熟悉的 兩個12.3吋的螢幕啦 部價也有一個螢幕啊 其實很多的車現在已經都有了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是 例如像我們在做導航系統的時候 現在雙B都可以做到AR 就是虛擬座艙 可是呢 他們開發出來一個比較特別的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綠色的光盤 現在車廠不太做得到的 它會更精細 例如我現在回轉 你看它的光盤就往左邊 其實有時候啊 我們跟在白色後面 魚骨有時候看不見對不對 可是它用光盤來協助的話呢 你就比較更不容易迷路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呢 因為他們是用3D去電腦去演算出來的 例如像這個Power Flow 現在目前我好像還沒有看到 有人可以看比如說目前車輛的一個電腦 就是能量流的狀態 可以這樣子耶 它甚至於連底盤都可以看得到耶 這個還蠻厲害的耶 那甚至於他們也有支援這個OGA 我是覺得 現在車廠好像都有自己配合的單位 甚至能夠打進一些傳統車廠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有帶時間來烤電 紅海集團下面其實有很多的這個 就是其他的業務 例如像SHOP 然後我看到這個東西蠻特別的 比如說像副駕啊 我現在追劇的時候 因為法規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在車上啊 不能夠看一些影音的系統嘛對不對 可是副駕沒事幹啊 這時候呢 你看我駕駛座的這個地方 我站在這裡喔 我看到的是導航 然後呢 我在副駕這個地方呢 我看到的是劇耶 所以這同一個螢幕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有些人想說 那老婆當然在追劇的時候 可是如果說我駕駛座 我想要做一些其他操控啊 的時候呢 它會不會影響到它追劇呢 其實他們也可以客製化 利用一些旋鈕啦 甚至於用影音控制的方式 讓駕駛座可以控制這個螢幕 上面其他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耶 這跟我們之前試的 我忘了是EQE還是什麼 就是它有一邊在使用螢幕的時候 就是導航的時候 好像有塞台還是幾個快捷電 就是可以方便 你去使用的時候 不會去影響到你的導航系統 欸 但是這個是更聰明的 今天最大的亮點 其實就是全新的車款 Model N 好 那這款Model N呢 它就是電動的物流車 那可續航里程大概250公里 那我們從後面帶大家來看看 啊 從這邊它有那個按鈕 而且按鈕超大的 可以控制後面這個門的升降 是這個地方 然後它們其實也有標準配備的 例如像這個 好像是架子一樣的東西 然後裡面其實空間非常的不錯 你看人這樣散移 就完全沒有壓迫感啊 然後這邊 你看還有一些小小的置物的空間喔 好 這裡還有一些小置物空間 好適合露營喔 好適合露營喔 是啊 我們的天窗 這裡也有天窗 就是讓它的採光性更好 是不是超級適合露營的 這樣 因為我們是左駕國家嘛 那司機如果拿好東西之後 要往這邊下去的話 其實也有照顧到這個司機的安全性 然後 這邊也有一個CAMERA 對 每個時候我們有貨床CAMERA 司機如果說在運貨的時候 比較方便能夠 掌握 對 掌握到後面的後露的狀況 對 就突然聽到KING框上的聲音 以為說貨物倒了或什麼 這可以透過這個監視器 可以看一下後露 對 它的安鈕還可以直接採現 它一定還在這裡 啊 沒事太好 我等一下要開車這邊 啊 跟我們共測資料 那個專家打算到後露 你就要試很多的電動車 就在美國就蠻有機會的 啊 你怎麼會來台灣 一定要來的 來看你們啊 我不敢直視 明明就是要看那個男人 王仁勳 喜歡那個空間嗎 可以看一下180耶 這麼高度 而且超適合露營 你不覺得超適合露營嗎 超適合的 對啊 很奇妙它是可以消失的開發對不對 對 開發成露營車 我先去前面拍囉 加油 大家請上車吧 我現在坐在司機的位置 你看平保的方向盤 然後前方有個小小的那個 就是數位的儀表 然後這邊剛有的這個資訊 也是非常清楚的 現在可以看到電池的電耗量 是多少 然後剩餘旅程 欸 電池 80% 然後剩餘旅程是200 很突然說250公里 會不會覺得續航旅程太低 但是依照我們之前 知道像E-VERY CAR啦 它的續航旅程也沒到這麼多喔 然後以在台灣的物流來說的話 平均一天他們大概可能最多到100 80到100 所以今天你譬如說 我跑了80 100公里之後 我就回公司去衝了 所以每天呢 你就基本上不用太有 這個所謂的里程焦慮 在這種物流車上面 我覺得非常足夠了 那看一些小小的亮點喔 它前面這邊有放了一個 那個放式手機的地方 然後 來 看到這個餐盤沒有 還有一個支援架好可愛喔 這個餐盤 我看ION6好想要喔 所以司機可以非常輕鬆 空間非常好的 在車上呢 可以好好的用餐 下面呢 它也可以有一個置物的空間 你可以放你的飲料 全部就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以為只有一個位置嗎 其實它是有兩個位置的 這個副駕的地方 也是可以這樣子打開來 然後坐下來的 然後它其實有蠻多的置物空間 這邊也有 然後前面有很大的置物空間 然後甚至於呢 在後方這裡 它也可以掛帽子 哇這台車很棒耶 這次鴻海科技日 其實最大的亮點就是 黃仁鈞 哈哈 FLAG男人 一道男來了 還有 本來以為會有三台新的車款 跟大家見面 結果沒想到只有兩台 一個就是Model N 以及Model B亮產版 那亮產版有哪一些調整 因為之前呢 其實在去年亮相的時候 他們已經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了 所以在外型上面 幾乎就跟概念車是一模一樣 調整的部分 只有包括頭燈的部分 因為為了要順應這個法規的關係 所以前面的頭燈跟尾燈 是前後呼應 然後也順應台灣的法規 進行了一些調整 以及多了雙色的車身 讓大家可以選擇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後照鏡 把這個數位後視鏡 變成了一個傳統的後視鏡 去年沒辦法坐到車內 今年可以坐到車內 因為它已經是量產版本了 那這次在車內有什麼調整 就是方向盤 它有進行的調整 主要為什麼方向盤要調整 是為了要對應到 它前方的這個儀錶板 這個數位儀錶板 看起來面積非常的小 之前更少 現在調整到9.2吋了 那我們之前試MAC-E的時候 不是說10.2吋 你們說太少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只是輔助 最主要的功能 都是在中央資訊幕這個地方 15.6吋 等於是那個電動椰碼 它直接把它變成橫的 那裡面呢 我們剛才其實稍微操作了一下 它其實你知道嗎 就是好吧 那畫質目前看起來 也是還不錯的 那動畫的部分 其實做的也還可以 還行 車內大概就是這樣 懸浮式的一個中央扶手 還有座椅的部分 它們也進行了一個調整 然後在它的續航里程的部分 是說NEDC測試 已經超過了500公里的續航里程 那也說跟之前呢 它們測試的時候 提升了10%的一個功效 那其實就是跟 現在的納智捷的N7 是差不多的一個功率 那我們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欸還好後座椅背可以調整 你看這個是比較挺的 然後我現在是最堂的姿態 目前這樣子的感覺是還不錯的 可是呢 說實話有點做小板 Durr的感覺有沒有 我的腿基本上是這樣子 可是還好它裡面其實是夠長的 比我想像中好 因為我想說4米3天啊 完蛋了 結果沒想到後面的 這個承動空間還不錯 頭頂呢 有一個全頂的玻璃車頂 所以可以讓你頭部的通透性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真的會比較壓迫喔 還好它做了這個東西 舞台上呢 這一台Malo Zeta非常熟悉 也就是納智捷的N7 那現在呢 根據我們得知的消息是呢 N7目前轉為正式的訂單 已經有超過5000張的訂單了 那大概訂7人做的 有25% 然後有6成以上 都是訂呢 最入門那個99.9萬的 我覺得這些消費者是很聰明的 因為百萬之內 你唯一可以買到電動車 也就是這個納智捷的N7 那當然呢 它的續航里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Model B其實跟Model C一樣的續航里程 說已經超過500公里的NEDC嘛 那實際上我們打個七折 其實有可能是擺不到 那我們其實得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呢 納智捷的N7 它的電池度數是58多 然後最高的充電功率150千瓦 所以呢 10%到80% 仍然充電 可以在30分鐘左右完成 好 那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無線耳機呢 非常簡單 就是你今天看了紅海科技日 雖然我們是快閃啦 有些東西都只是沾到沾到而已 那你覺得哪一個部分呢 是最大的亮點 例如像有一些科技面的東西 你看到很多那種螢幕的新科技 或者就是說 他們這一次的這個Model N 或者是Model B亮產的 或者是說你看到你覺得N7 或者什麼84之類的 你都可以寫在影片的下方 你覺得哪一個橋段是最有亮點的 那我們會選擇一個幸運的朋友 把無線耳機送給你喔 可是呢 我們是 LOC的 我們會選擇一個 或會選擇的 我們會選擇一個 一班做到 那一個 鐵口 我們會選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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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選擇一個 那一個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